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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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教大家使用蒜泥汁制作蒜泥茄子 介绍一下用到的食材 首先把大蒜压碎 放入碗中 加入15毫升酱油 5毫升香油 3克盐 以及20毫升水 调和成蒜泥汁备用 然后将茄子去皮 切成条 将茄条放入盘中上锅蒸15分钟 将蒸好的茄条取出放凉 最后浇上蒜泥汁就完成了 下面教大家制作葱油汁和芥末汁 先将香葱切断 洋葱切成薄片 中火加热油至五成热 下入香葱段和洋葱片 小火熬制 待葱段和洋葱片熬成焦黄 关火将葱段和洋葱片盛出 得到的即为葱油汁 制作芥末汁时 放入五克芥末 五克白砂糖 15毫升酱油 5毫升香油 以及10毫升的醋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